明日之子就这样唱 六月十日期每周六晚 只在腾讯视频 饭局狼人杀 又如期的在星期五晚上八点 和大家直播见面 有好多人 印象模糊了 觉得说饭局狼人杀 是不是就是饭局的诱惑 不是 饭局的诱惑 七月份会在腾讯视频上线 饭局狼人杀 是一个直播节目 当然我们把点播 也会放到各个平台上去 但是这是一个直播节目 因为我们有一个同名APP 叫饭局狼人杀 截着张图 扫描二维码 下载饭局狼人杀APP 用安卓的朋友们记住 可以去腾讯英文宝 下载饭局狼人杀APP 感谢大家 开播第一期 有六家平台直播 然后现在第三期 居然有了十四家 我真的 你们是因为我们不收钱 才给我们直播的吗 好 我们要感谢他们 这十四家平台分别是 比利比利 今日头条 龙珠直播 芒果TV PPTV剧力 QQ空间 恒讯直播 恒讯闹直播 网易播播 网易新闻 一直播 优酷游戏 战旗直播 好嘞 好 谢谢大家 好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下 一些村里来的一些新人 旧人就不用介绍了是吗 也介绍一下 旧人也需要介绍 好 可能小猫要介绍一下 因为大家每次看都想说 又不是艺人 这个人怎么七七都在 我跟你讲 这个世界真的是没有天理 就是饭局狼人杀 这么优秀的一个节目 你们各位艺人出道这么久 这么辛苦的参加直播 才能坐在这儿 结果有一个导演 自从第一期 言语卿拉肚子混进来以后 言语卿现在不拉了 他也自己坚持不拉 不走了 坚持不走了 然后你现在去微博去搜 饭局狼人杀 居然蹦出来的是小猫 猫姐导演 出道了 你自己买的热搜吧 冷静冷静 不要嫉妒我这件事情 好 赶紧过吧 来 我们看看那个猫姐右手边 王博文帅主小白 谢谢 欢迎小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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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传说当中乒乓球运动员里 唱歌最好听的演员 小白王博文 谢谢你们的嘘声一片 你们觉不觉得 我跟小白长得有点像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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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别说真没有 没有吗 一点都没有吗 再看看 我还仔细地看了一下 有点像 前面介绍说拿了13个 乒乓球的球鲁冠军 从少年到青年 就拿过全国13个 全国冠军的人 都没有进得了国家队 是为什么 我是去那个国家队集训过一段时间 然后当时的主教练就说 听了我唱歌 然后就给我赶了回来 还优秀了 然后就去唱歌了嘛 这样 确定是因为球打得不太好 可能也有一些原因吧 好了 不理小白了 来来 小绿小白旁边是董静 刘烨 你今天要小心了 真的 我今天要揭发精进 怎么了 她说她今天本来赶不上高铁了 就要耽误这次播出 但她心里有个声音在呐喊说 怎么办怎么办 我不来 又有一个导演要上场 高铁刀是谁给她买的 没有啊 你说我导演有多快吗 专门给我买那种赶不上的高铁 真的 真的 你们有个头疼脑热的自己说 我们门口还排了12个导演 名牌不达吧 董静旁边是我们今天一个漂亮的小妹妹 宋芳元 大家好 我是有少女宋芳元 然后我的杀手锏就是没有杀手锏 然后我是就是 我这个笑是不是来得出类的 她的话音刚落你就哈哈出来 对对对 下次我接紧一点 你重新说一遍 你杀手锏 再来一次 我哭了 我刚刚说什么啊 杀手锏 我的杀手锏就是没有杀手锏 我哭了 我哭了那么一点 还没讲完就还没讲完 夹脸哦 介绍我啊 介绍我啊 我们介绍右手边 金静 金静 我跟你讲 金静已经是第三次来直播了 天哪 一次比一次漂亮 就是我是觉得化妆师 有在对我上心了 他这次给我打扮得好有钱 华丽了 是不是 是还有钱的啊 比曲萧萧有钱吧 哎 你的这个发型是 灵感是来源于凡胜美 为什么要摸好凡胜美 凡胜之鞋了 你心虚什么 别说你这个发型还真的好凡啊 真的 来 她右手边是大王 你第一次介绍我 大王 大王今天专门穿了一个露背装 穿到了前面 我由于那个彩排的时候 马老师嘲笑了我一番 所以我就把自己服装加得更加隆重一些 对 然后大王旁边是我们今天 小千 小千 对 对 大家介绍 余小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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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余小千 不是余小千 张小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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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其实 其实小千我们特别眼熟 就是《蓝牙榜》里面我们看 然后最近那个剧 《欢乐宋》 对 所以这次在《欢乐宋》里面演的是 姚斌 姚斌 你是某某人的 许潇潇的 备胎 备胎 谢谢 谁知道 你生活当中是备胎命吗 不可能 我这么主动的人 你是轮胎命 我学胎命 学胎人 小千旁边是 潇潇 我跟你们说 今天一到那个化妆间 然后小千看到我就说 肖哥好 结果就是一问完年龄 他其实比我大 好伤人 什么是可能啊 真的 你刚过30 他比较少 他长得像娃娃脸 你知道吗 对 然后然后最近我也在看那个 七八十 太厉害了 我还打广告 然后这次打广告 你自己的结巴是 《欢乐宋2》 然后其实我再 我必须说 在《欢乐宋2》里面 我最喜欢的真的是小千 我觉得这 是是是 这不是节目效果吗 不是 他很少说喜欢谁 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 因为 因为那个小千 在里面的戏比较少 乌以稀为贵 原来是这个原来是 没有喜欢 肖骂最近的服装风格发生了变化 怎么了 他最近还穿一些大领子的衣服 嗯 这样显得脸小 你明白 哈哈哈 如果你想想看他现在这张脸 再穿这么高领子那种衣服 哎 马老师一直都喜欢穿衬衫 因为可以藏住脖子上的肉 哈哈哈 哈哈哈 但是今天也不得不解开了 你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一会儿也弄个落被装在那 哈哈哈 那个 然后就逍遥旁边就是 宝贝颜如晶 哦 宝贝 深宇见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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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晶今天早晨才从广州飞回来 是吧 嗯 他去参加辩论 而且关键是 如今在广州的这次辩论赛里面 怎么样 又输啦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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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哎 这次输真的怪我 因为前一天晚上 他最后一为一的那个变体 是跟我讨论 哈哈哈 我你真的是 哎呀 所欲非人 所托非人 遇人不输 行 我可以开始 好 已经打出来 可以开始游戏了 现在我们开始正经的 狼人杀 饭局狼人杀 谁也没回家 记得下载饭局狼人杀 APP 好了 来 游戏开始 要吃爆米花才能长身体 关键是吃爆米花 会长脑子 真的 会长脑子 好厉害 来吧 我们开始吧 那今天晚上第一晚 我是法官 然后拥有无上的权利 好吗 好 天黑请 看牌 又要看牌 我有无上的权利 好 好 好 天黑请闭眼 好 所有人请睁眼看牌 从一号开始 言语勤看牌 看完了 看完了 盲打 我盲打 OK 别这样 潇潇看牌 好 小千看牌 大王看牌 这脑子补的呀 金静看牌 哇哦 方元看牌 哇 哇 哇 董静看牌 小白看牌 哎 我不会看你啊 小猫看牌 来吧 还先开始吧 天黑请闭眼 来 狼人请睁眼 狼人请相互认识一下 狼人请杀人 这狼人动作也太慢了吧 狼人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女巫 昨天晚上被杀的是她 你有解药你要用吗 你有毒药你要用吗 女巫请闭眼 女巫请闭眼 原家请睁眼 原家请看法官提示 原家请闭眼 猎人请睁眼 猎人请闭眼 天亮 好 昨天晚上是平安夜 4号开始 顺时针发言 也太突然了吧 说好的我背后 有个平民的板 在地上是吗 我是个村民 由于就是很突然 就到我这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先听一下大家的发言 好不好 过 这么快就过了 好 我是预言家 昨天晚上我查杀的是 王 博 文 屁 哎 你的名字是四个字 我就觉得她有点不对劲 好像也还不错 听我听了那么久 好 那我就不跳了 我就把这个衣服脱掉 我也是个平民 现在看着我每个人都非常友善 但是只有这个宋方圆 一直在吃一直在吃 所以我踩她 你好好说 好 金金你是不是仇视所有眼睛大的 那倒没有了 我是一个神职 然后我这一轮我不打算跳 我的身份 但是我觉得 如云姐姐不得行 就是我觉得她 不得行 你问你是哪人啊 如云姐姐不能行是什么意思 不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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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人不行是吧 不行 因为我 因为她以前从来不看我的 你是每一次都非要含着爆米花说话吗 她以前从 太好吃了因为这个爸爸 真的 对吧 是什么牌子的 自己看 好厉害 我要自己看这个牌子 真的 我做梦都能记住了 来说吧说吧 因为她之前从来都不看我 她现在你看一直盯着我 我俩好像第一次见面 然后我觉得如云姐姐请怀疑了 但是我真的是个好时分 预言家可以验一下我 不过 我是预言家 昨天晚上查杀了三号 啊 三号也不用说什么 这一把就挂票把三号挂出去 为什么 没问题了 然后 然后 我觉得大王这一轮非常可疑 今天晚上我会验她 我觉得她大概率是一匹狼 因为她刚刚的慌乱不像是一个狼人家老手 应该露出的麻雀 狼人家 狼人家老手 她说是老人家狼手 不是 狼人杀老手应该露出的状态 我真的 真的只是因为就是感觉逼了很久 然后起来我以为我背后有个这个东西 我没拉 不不不你现在在我身边已经是高丸了 甲冈自己不会玩已经没有用了 哎 总静你玩的赖不代表我就是高丸 我刚才说很远 我还行吧 肩膀就验你 昨天验了三号查杀过 好 那我一会就要听一下三号的发言了啊 但是我在发言之前我想说一下 因为我昨天做了一个梦 梦到一个穿了红衣服的一个女人 然后在我背后 就很恐怖 没有看到脸 然后今天我就看到 我就想说 谁是红色的衣服 可能就给我脱梦了 她应该是狼 太霸了大王了 所以我轻踩一下大王 嗯 到我 强势发言 我是预言家 董静是狼 查杀董静 查杀七号董静 猫姐是狼 董静 董静 三号你是什么身份 你自己做好 你心里应该清楚 我现在怀疑是七三互踩 有这个可能 那三号如果你是 你是不是好人的话 你自己发言 我就能听出你是不是好人 然后我觉得你现在大概率是一个好人 我现在需要排一个我下一页要验的人 他在我这里暂时做好 六号 五号在我这里发言做好 我下一页可能会验四号 因为七号刚刚说要验四号 我必须要验四号的身份 我才能定义 三号 七号 四号 是不是三郎 现在七号在我这里发 就是我是查杀了七号 好吧 在我这里查了七号 然后三号 四号 是我下一页可能会验的对象 我先不说验谁 因为我怕 再多给身份的话 我会炸出别的好身份 你是怕再多给身份 自己聊爆了吧 你这个狼 我是预言家 我真的是预言家 我是预言家 请相信我 说完说过 过 到我啊 我不太相信小猫是预言家 我感觉他当这个预言家 当得有点猥琐啊 就是他先攻击七号的董静 但是他又不知道该不该保三号 因为三号很明显就是爆了嘛 刚才那个表情紧张的呀 结果他就纠结在 到底要保三还是不保三 所以我觉得九号其实是三的狼同伴 但是想努力帮他一把 但是又不想帮他太出面 免得三号倒台的时候自己跟着出去 所以在我这里 我怀疑九号也是一个狼 三九四狼 前提是七号 这个 董静下一把 如果你死了的话 我不明白你怎么早跳出来干嘛 查到 你懂吗 所以董静在我这里 如果待会还没死的话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东西 那我这里是一个村民 我现在暂时听到的 大王的那个刚才第一把的那个表现 也是我觉得略紧张了一些 不像是一个村民 感觉是排好的台词 但是抱枕掉了 没有配合他的演技 所以应该不是一个村民的角色 所以三四九在我这里先怀疑一下 看看七号待会咽出来会怎么样 其他的再看 说完说过 过 到你 我也是相信那个七号总监 我不太相信小猫 因为我觉得没有这么巧的事情 七号刚跳完预言家 然后你就查杀了七号 我觉得没有这么巧的事情 然后 然后其实 为什么要让三号走 为什么要小千哥哥走 然后我觉得董静跳这个预言家 跳得蛮真诚的 所以我相信董静 但是我觉得 你今天晚上 我觉得你可以不用验九号 九号明天直接推了 因为他刚才那个身份 绝对不像是明能干得出来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你不用验他 明天白天直接推他 然后我觉得你可以验一下大王 独大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如今其实可以验一下 如今其实可以验一下 可以验一下 对对 我觉得不用验九号 九号明天直接推 然后这一把全票出三号吧 听一下小千哥哥怎么掰 加油 为什么呢 刚才如今说我特别紧张 我是有点紧张 因为这是第一局 而且我狼人确实玩得不怎么样 而且我听说 我狼人 不要 我听说你 不要 我听说你 好一点 我们考虑先推小猫 再推你 好 我来说一下 这个我是一个神职 所以七号说 第一天晚上就查杀我的时候 这个肯定是假的 然后现在这个局势呢 我现在分析是这样 你是什么神呢 这个时候要报了 不用不用 自报吗 不用不用 来来来 我退水 我退水 我是平民 我刚刚 我还没说话呢 等会儿 对不起我要唱话 大家刚刚相信我的 谢谢你们 铁信我的这几个人 我觉得你们都要聊清楚 为什么你们这么相信我 但是猫姐她 他这个人怎么这样的 你现在是把自己当啥了是吧 我们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我们信你还要告诉你 为什么要信你 是吗 哪怕三号是狼 我虽然都想把七号给这样 为什么呀 三号是因为 我是发他查杀炸身份的 但是没想到 没炸出三号 炸出九号 九号铁狼一匹 所以今天白天投他出去 没有问题 我是一个平民 你们冷静地想一想 我如果是狼的话 我为什么要查杀七号 我为什么 我是在七号的后续说的 八号很有可能 是你的老同伴 不要同别 一个人说完一个说 你们冷静地想一想 我还没说完呢 我还没发言完完呢 小千说小千说 好 一起 坏了 已经乱了 刚才也不够笔不够纸 那个 然后我就觉得 七号一号像 然后二号和四号犹豫一下 就是这样 好 这一轮发言到此结束 所有人给你们五秒时间 去考虑一下 要投谁 弃拳票 投白色那一面 想好人 想好对应的人名 五 四 三 二 一 投票 好 我来看一下 严如青 一号弃拳 二号肖肖投给小猫 三号投给董静 四号投给董静 五号弃拳 六号投给肖肖 七号投给小猫 八号投给小猫 九号投给董静 所以小猫是一票两票三票 三票 董静是一票两票三票 所以董静和小猫PK 不急不急 本周开始我们玩一些新的玩法 所有人PK的时候 必须用歌声唱出自己的台词 找一首自己最喜欢的歌 开始吧 我们从七号 七号先开始 我先开始 我唱一首那个台湾的甜词王 张蒂老师最喜欢用的歌 黄鲤鸟 好 我们键盘老师跟一下 开始 各位万家你听我讲 哎 不要笑唱 我的语言家是假跳的 其实我是村民呀 插三号只是为了假身份 但是就好他不做好 他跳出来查我语言家 我知道自己好身份呀 他这一次是铁狼 刚刚三号和四号 他们都偷我的票 他们两个狼面打呀 明天你们要好好聊 以上 谢谢 我们压力好大哦 没问题 我这些说还是假的 董静就是奇葩说的导演 导演 现在我们的另外一个导演 你们这些艺人 我们都现在没有给你们唱歌的机会 你知道吗 来 另外一个导演 来 唱哪一首 你在搜歌词 哪一首 啊 但是我 没有 来吧 开始吧 我只能眼睁睁 看着你们给我投票 把我送上短头台 哈哈哈哈 啊 苦情哪 太烦了 我的天 唱上不是一种领悟 让我把自己看清楚 我真的就是语言家 请你们一定相信我 哦 唱得好好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想唱这种 听 语言家的 声音 声音 还要换烧 你们这帮渔民太恶心 为什么要把我推出去 是不是垮了 哈哈 我很想说我的逻辑 你先别抒情 你说逻辑 我真的很想说我的逻辑 但是我唱不出来 因为他没有逻辑 因为我刚刚那个 没关系 我们在脑子里脑补你的旋律 你说嘛 是这样的 如果我是个狼 我不可能去插杀东京 你为啥不可能了 因为他在我的前之位 我这不是送死吗 哈哈哈哈 怎么办 以后我们四个要看什么 我这不是送死吗 我查杀一个前之位 我如果是狼的话 我完全可以查杀我的后之位 我随便给后之位一个身份 而且我真的不知道 三号什么身份 我还想下一页查他 你不查杀 我知道我快死了 我知道我快死了 所以我只想给你们 留更多的信息而已 那你查的是谁 我查杀 我查杀呀 他唱一个那么烂的歌 你们就给他鼓掌了 我做得很好好不好 干嘛提议我的财 你以前看得出 我的段位更高级好不好 我怎么可能 过这种低级的事情 我是狼狼 我去查杀一个七号 七号还给 还给那个什么小千查杀 你们先听小千 猫姐 猫姐开始论段位的时候 四 不是 我一直在 三 我一直在说董静 二 你什么身份 你在这里乱投 一 猫姐怎么办 好 现在七号九号不能投票 把你们的名牌 把票拿了 收回去 好 然后其他各位 请准备好 我数三二一准备投票 只能在七号董静和九号小猫之间 选一个人 三 二 一 投票 好 好 现在是一号投给董静 二号弃拳 三号投给董静 四号投给董静 五号投给董静 六号投给董静 八号投给小猫 是一小猫两票 一 二 三 四 五 要 董静 董静出局 咽 下把咽他 我是一把村民牌 这把扛推出去没有关系 但是刚刚投我的人 猫姐一定是铁狼 大家不要被他带跑 接下来不要让他继续 当预言家带节奏 他一定是铁狼一匹 好不好 然后刚刚投给我的 是三号和四号 我现在觉得三郎就是三四九 所以请大家 请各位好人 记清楚这个名单 投我出去的名单 我是一张村民牌走的 请各位神明好你们的身份 好不好 别生气啊 好气啊 只有你支持我 还是你最帅 你比张小鲜帅很多 你不要这样吗 有必要这样伤害别人吗 成功 好天黑请闭眼 我们进入第二页 狼人请睁眼 狼人请杀人 狼人 这个时候依然可以去商量一下自己的战术 三二一 男人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女巫昨天晚上被杀的是她 你有一瓶 你有一瓶几个药你要用吗 你有一瓶毒药你要用吗 你有一瓶毒药你要用吗 女巫请闭眼 园球Asic 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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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人 DJ 原家请闭眼 天亮 昨天晚上被杀的是六号 没有爷爷嘛 也不能唱歌了 可以跳舞 你抓紧时间跳一点 也不跳 母后加油 如果你是老的话 你就不要加油了 从三号开始 你是逆时针发言吗 逆时针 那就是这样来 刚才逆时针 现在逆时针 我现在我就有点懵了 我就觉得如果后面 预言家昨天晚上再验出来了 那就给点提示 好不好 如果九号不是预言家的话 如果真的预言家还在场的话 那你也跳出来 好吧 就到时候我在九号之间权衡一下 然后我决定就看谁说的 可能更真诚能打动我 我就决定相信人了 就这样吧 你刚才跳绳了 我是啊 我是绳枝啊 嗯 好 但我不是预言家 好 当我发言啊 我跟你们说 我觉得现在把绳枝 真的要抱身份 要鸣着玩了 因为我觉得很明显是屠城 因为那个我现在越想越害怕 那个董静他如果是平民的话 然后六号又死了 为什么 因为六号上一把 我接他发言的时候 他有说自己是神 他有说自己是名以上的身份 然后我刚才为什么我欺票 他们俩PK的时候 是因为我觉得那个 小猫虽然说他跳那个预言家 但我觉得有点太巧了 因为董静才那个炸了一个人 然后小猫立刻出来反 我觉得不对 而且我觉得董静刚才那个 立刻退水的行为 在我这里其实是做好的 然后小猫这把竟然还没有死 所以我也是神 我也是神 然后我也不会抱我的神的牌 到底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小猫 你要告诉我们你验了谁 而且如果真的有预言家的话 一定要现在出来说 你两人到底验了是谁 因为我觉得 现在很有可能是狼在带节奏 我是神 我 我觉得小猫得好好说一下 因为在我这里 小猫是不可能活得过这一局的 如果他是真的预言家 因为我想不到任何的理由 一个狼人会不把这个预言家给杀了 让他还有机会再继续查杀人 或是验人什么的 除非验里有两个人死了 女巫 可能他还 小猫可能心里盘算 女巫应该会毒人 因为女巫救了人嘛 他怕自己下一局就死了 会毒人 所以两个人死了 他还可以混水摸鱼一下 但是小猫 这一局只有一个人死 他说我得好好听一下 你为什么可以活着 不然的话这一局出的肯定是小猫 小猫这里出的肯定一定一定会出的 然后我是一个强势的神 我这里说完了 谁敢带我走 那我就带谁走 哎呀 这一把 这一把是狼人杀里面 九人局里面经常会玩的事情 就是很多人都会这个战术 就是不让我死 误我这个预言家身份 董靖是我查杀的狼 大家一起把我推出去 是对的呀 然后我昨天查了他 他是一匹狼 因为只有他在跟董靖一起绑票投我 所以晚上我说我要查杀他 所以他是我查杀出的狼 然后刚刚前这位发言 有谁一直在铁定地怀疑我预言家身份 就是一号 我也相信一号能打得出这种 这种战术是要把我预言家 不把我杀了 把我误出去的 所以我现在暂定我心里的狼科 七号是我验出来的铁狼 然后八号是我验出来的狼 最后一匹狼我相信是颜容金 过 你继续不让我死吗 继续误我吗 过 说完了是吧 我报一下我的身份 听好了我是预言家 真正的预言家 好的 我第一轮验的他铁狼 第二轮验的四号大王铁狼 两匹狼 我是抓出来两匹狼我才跳的 看着我的眼睛我很真诚 为什么我一直投小猫第一轮 因为我知道他是铁狼 但是我不能报身份 要不然我就死了 那就像颜如丁刚才说的一样 好的 如果说你真的是预言家的话 为什么第二轮没有死 而且你巫没有药了 对吧 然后你之前回忆一下大家 他说的是他怀疑三号 那你这把这么怀疑三号 为什么验的是我 对吧 你最后那个票 你就是和冬金一起投我的 你最后还把票挂在 我身上我当然要验你 所有人都投了他 然后我再投你 那我是傻吗 当然 但是我不知道你是狼的话 当然 因为我脑子总进水 但是我吃了这个就变好了 相信我 我告诉你我对灯发是 算了不玩这些没用的 相信你相信你 你归个票 你归个票 归个票我们是这样的 所以这把我们归票先 先投九号吧 是不是他比较会乱带节奏 对大王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我觉得都是狼无所谓 先投九吧先投九吧 那我们归票 你第一天晚上验的是谁 验的是他 9号 其实我是 如果8号没有跳预言家的话 我真的觉得8号是狼 因为刚刚那个投票 我是觉得 肯定是把那个董金给冲出去了 把7号冲出去了 所以我觉得9号肯定是狼 他在第二轮的时候 我总觉得他应该会 卖一个狼队友给我们 因为我觉得8号 我上一轮就很怀疑 他第一天晚上 然后再说他跳预言家 他说他先查的是9号 但是他第一天起来的时候 他重彩的是大王 他直接就说这个红衣女子 对吧 但是你跳得很真诚 我不知道你的段位 你毕竟是全国冠军 是不是 现在你归票是9号 这个锅我可不能背 我跟着你走 过 我觉得晚上可以念一下3号 因为刚才9号在帮3号摆 不是 我说两句 8号第一天晚上查的是 查杀9号是吧 第二天晚上查杀我 然后他第一天明明出来 就是一直在踩我 如果你第一天晚上查杀9号 你怎么会第一天晚上跟他踩我 我只是说做了一个梦 你不要那么极端好吗 做了一个梦 我梦到你 你从他从头到尾 不管他 我不管他是不是真的预言家 我现在不知道谁是真的预言家 但是从头到尾 就是一直在踩我而已 他有没有验过我 我是根本就不知道 反正有没有验过我 他都会踩我 他就是觉得我今天穿了个红色 就只是想了这么一个梗 就非要说而已 然后我一直觉得1号如今有问题 1号如今他每次分析的 如果我说我是个闭眼玩家 我会觉得他说得头头是道 我就觉得好像真的就会信以为真 但这把我不是闭眼玩家 不是 我是神 我是女巫 第一天晚上如今 我的解药是用在你身上的 第一天晚上你就死了 然后第二天呢 第二天没有告诉我谁死了 但是我没有 我现在毒药还在 好 然后对吧 1号跳了神 2号跳了神 3号也是神 我这也是神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我忘记跳了神 8号也是炎家 9号也是炎家 等于还是一个村民呗 狼人也可以知道谁是神 谁死了 那狼自杀不是你惯用的招数吗 所以我才会怀疑到你身上来 5 要投了吗 不是 好人真的不要的是谁 为什么 3 这很明显啊 2 好 3 2 1 投票 1号投给了9号小猫 3号投给了1号炎如今 4号投给了1号炎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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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号吧 没有 我死了 投给了 8号王博文 8号王博文 8号王博文投给了小猫 9号投给了王博文 所以现在是小猫3票 炎如今2票 王博文2票 小猫留意言 好 OK的 我真的是预言家 你看现在场上 跟我对跳预言家的是 我的茶沙牌 是我的茶沙牌 然后我的推理是正确的 1号和8号 就是两匹最后的狼了 然后2号 你是不是有点晕啊 你还在 你还在跟两个狼去踩我 还在投我的票 把我冲出去了 我是场上唯一的预言家 然后3号 我觉得他像好人 他都认了神了 好吧 我是白天被推出去的预言家 祝你们好运吧 3号像好人 我投的王博文3 你投的3 我投的王博文 8号 王博文是8号 他是我咽住去的狼 好 他被黑衣人带走 你们现在很困惑是吧 有人在干杯 有人脑袋上一脸的问号 我也懵了 好的 天黑 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狼人请杀人 5 4 3 2 1 狼人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女巫昨天晚上死的是她 有一瓶解药你要用吗 有一瓶毒药你要用吗 女巫请闭眼 原家请睁眼 原家请睁眼 原家请验人 原家请验人 原家请看法官给的审视 是 原家请闭眼 天 亮 昨天晚上死了两个人 按照号码顺序死的分别是 1号和4号 游戏结束 4 月 2 6 5 5 5 6 比张小千要帅很多 好生气哦 他居然不相信我 我们有个新玩法 要请你们所有人一起选出 上一把玩得最差的人 除了法官之外 然后我们给他一个 下一场的一个帮助 有帮助啊 选我选我选我 选我选我选我 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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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我的名字 我们要先说 帮助不一定是好事 那就选王布文吧 大家也有现实 三 二 一 投票 选我选是最期的 太好 王布文粉丝很多 王布文一票 两票 三票 四票 王布文四票 张小千两票 大王有一票 所以王布文荣誉当选 那个上一局玩得最烂的人 然后给你一个帮助 就是请你勾选出 下一把你愿意当的一个角色 杨姆选宝特 这个他选了法国 是吗 你有法官这个选项 没有 没有法官那个选项 因为下一把的法官我也不想干了 我决定把我的法官位置 让给我心目当中的下一个糊涂蛋 金静女士 不要说这些问题 有必要吗 你别那么对 你没有准备准备 其实如果不是三王 你这样搞得我真的 哎呦 我真是 哎呦 妈呀 正在有一个Q网友 强烈建议王伯文唱歌 真的 而且说是跟金静情歌对唱的 去 没有后面那一句 没有吗 小白 你想唱什么歌 我唱给董静吧 因为他一直在夸我 我很有身世风筝 你以为Q了我 我就说你吗 你个女鬼 那我一直在 你都不给我唱歌 没有 因为我们太熟了 好吗 那我就送给你 他真实地扔了一个东西 他废了他 这首歌叫《爱你》 耶 大王 可以了 我今天可以收工了 谢谢马老师 带我来上这个节目 好 就这样爱你 爱你 爱你 随时都要一起 我喜欢爱你 你外套味道还有你的怀里 把我们衣服扭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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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不用分离 美好爱情 我就爱这样贴近 我爱你 因为你 因为你 哇 假顺便了好好笑 马老师不能说 马老师你也唱一个 我以为我会报复我 他真的害怕 马老师他又真的害怕 但是我没有 他恨了你 你报复我 你干什么 我离你近点吧 你妈呀 好了 现在就开始了 我现在是全场身份最高 请各位玩家开始看牌 从马老师开始 现实真来 怎么随意 妈呀 你为什么要留这样一张照片 开心一下吧 看好了吗 6号 大家把名字都拿掉 记不住人家是吗 方圆 做方圆 我记得他 OK 7号董静 看牌 8号 小白 看牌 你要看什么牌啊 你自己选的牌 跟我刚才那个 为什么不一样 你 是很多啊 虾系 猫看牌 又跳远远夹是吧 我知道 好 如今宝贝 看牌 好 好 萧萧 看过了 3号 3号 4号看牌 我还用看牌 你 不是 你撩他没关系 你往后也撩他 我现在看着人 那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 好吧 天黑 请闭眼 这还话不多说 你话比我还多 我爸真的是问我在娱乐前 混得怎么样 爸爸你看到吗 现在就连马东 都得听我的 还得多玩 几个叫他睁眼闭眼 好精彩 真的哦 马东哦 爸爸过来天我去看你哦 马东哦 好 狼人请睁眼 狼人 给我一个爱的号码牌 好 狼人闭眼 下一个 女巫请睁眼 法官严夺必师啊 你别 昨天晚上 死的是她 来自导演的担心 OK 你有一定毒药 你要毒谁呢 不能毒法官哦 不能闭眼 好 狼人家请睁眼 我的妈呀 狼人家 你要闭眼几号 他的身份是 好 狼人家 啊不是 狼人家说闭眼 狼人家 狼人 请睁眼 扁扁扁扁 可以了 不重要 因为狼人根本就不重要 是不是 他就是一个 就是跟村民一样的 只是有把枪 是不是 好 拳击睁眼 然后一二三 天哪 你看我画面多好 金金当法官 你马老师好笑很多 因为等会儿我就发不了言了 我现在要多说话 马老可能要失业了 法官里的最好 马老师脸色不太好看 我昨天晚上查杀法官 昨天晚上 我说 平安夜 因为你控制的好 是不是 有一好的管理 好 那就四号 最后一个发言 很好的 那就五号第一个发言吧 好 哈哈 我查杀法官吗 你说了吗 黑人 黑人带走 狼 啊 他扣都几个一点 还有人认为我是狼吗 请举手 来 举呀 他发完也在举 对呀 他要说你 你去发 好 我踩所有刚才举我手的人 六号我要踩一下 九号我要踩一下 一号半举半不举 所以我固且放过你 二号是让所有举手的人 都找一个更好的时机举手 所以二号的身份更可疑 二六九才女仨 过 我就是一个村民 村民 嗯 然后 然后我这一局相信大腕是好人 因为他就是表现得很自如 你看他还在吃爆米花 然后我要抱如今姐姐的大头 我再也不相信他是狼了 我 哦 好 对 我该说什么呢 下一个 我这一把是一个可以给大家帮到忙的好身份 然后 我觉得马老师刚刚的发言是做好的 然后大王这一把也比较松弛 然后他刚刚踩的是二六九 我觉得六号就是贯常性的滑水 我不知道这是他的打法还是 滑水先出 你听这个词啊 然后 叫做贯常性的滑水 我一起来像某种治疗手啊 你 不行 你最近在接触一些鸡血上的东西 我脑海中的画面 你也查得圆 我要好好听九号和二号的发言 过 没什么 过 我踩九号和二号你也跟着踩是吧 我没有跟着踩 我说我要好好听一下 过 好 下一个 我刚才分析了一下 就是说法官用他的港台枪宣布了平安夜的时候 四号 四号 很快乐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个好身份啊 我看了这 我说你好 这边呢 这边都 这边都很开心 然后我特意扫了一下这两个人 很不开心 所以就觉得他们好像白刀了一轮 所以你虽然刚才夸我帅 然后我也给你唱歌 我们已经持平了 所以现在可以互怼了 好吗 我刚刚迷迷已 我哪里不开心 你看就又碰词 你就已经碰我们俩 没有 就是 所以我只是轻彩一下你们两个 不要激动 好吗 轻彩 你要好好发言啊 好的 过了吗 再说一下可以吗 可以 我刚才那个 就是那个黑色衣服那个鬼 不是 黑色衣服上来的那个人 给我的东西 里面除了狼人就是村民 所以 你选了村民 我不可能 我不会玩狼 说实话 我不会这么自然 所以我只能先说一下我的好身份 你是说他们给你的菜单里 根本就没有好人这道菜 有啊 村民 村民 就是没有给你神指 就是没有神 对 没有神指 可能是你吧 神指 你猜神干嘛呀 对啊 我就说一嘴不行啊 隐神 言多必失 二号你要不再说说 好 注意听法官的 现在呢 我觉得 哦 对 九号没特别 哎呀 哎呀 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是我 然后我听 我当然是一个好人 我先不说我的身份 因为是平安燕嘛 然后我从五号听到八号 我个人比较 怎么办 我其实都有一点点小怀疑 我先说五号吧 五号上来 他第一个发言 但是上来他的状态 不像是一个没有信息的人的发言 因为他上来沉默了很久 我为什么第一反应 觉得他是狼 如果玩了这么多把 如果很多人拿了狼了之后 第一的反应就是 他会想很久 他要努力的捋清自己的逻辑 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发言 是最好的 我是该报身份呢 还是先跳身份的 或者怎么样的 我觉得马老师狼面 会比较大一点 然后马老师丢了几个水包 第一个是六号 第二个是九号 第三个是二号 六号是马老师 第二个发 紧接着马老师发言的人 但是六号 就是只字不提马老师 给他丢了这个水包 所以我觉得六号的发言 比较不做好 在马老师之下 然后七号发言还算阳光 然后八号 我不相信你一个运动员 我用加斯卡 要用加斯卡吗 好 我不相信你一个运动员 所以我们会不挑战狼人 会异运动员 我没有那么大的眼神 没关系 没关系 我觉得你拿狼的 可能性也会大 所以在这里面六八 是我现在重度怀疑的对象 然后再就是五号 过 好 非常好 如今 发言 我说一下 我听小猫这样的发言 我觉得小猫在这里 好人的面比较大一些 因为我觉得他整个发言 是阳光的 但是我跟小猫 持相反的意见 我觉得马老师刚才那个发言 比较像是好人的发言 因为马老师那个发言 很明显就是第一把 然后没有什么实际的信息 所以想靠我们 给一点问题我们 所以拿一点信息的 所以马老师在我这里是好人的 反而六号 七号 八号里面 我觉得六号 七号的怀疑面 比较大一些 因为我觉得六号的那个反应 不像是好人的反应 七号 基于刚才那一局 我觉得他刚才那一局 胆子特别大 但这一局反而相反的 胆子比较小一些 所以我对六号 七号持怀疑 然后八号 我本来觉得 你一定会在那个菜单里面 选好人的那个身份 因为我们 如果让我选 我也不会选狼 如果好人 如果只有狼跟村民的话 我确实会选村民 所以我在这里先相信八号 后面的话 我看一下二号 三号 四号说什么 然后再次看一下怎么样 你讲的发言真的 不知道我要讲的 基本上差不多讲完了 但是呢六七号呢 我跟你的分歧在六七号这里 六七号我更怀疑的是七号 因为那个马老师一上来吧 他好歹是丢了三个水包 不管是不是脏水啊 然后七号就接了其中两个 我记得他接了我和九号 然后而且他 他一上来先给他好身份 你说马老师他发完盐 你给个好身份算了 你看大王的状态 你给大王一个好身份 他连盐都还没有发 我觉得一上来就给好身份 跟你上一把那个的那个心态 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这把有身份 我上一把是个平民 你玩得炸一点 我刚刚一开场就说 我是一个 能给大家帮到忙的好人 OK 那你先过 我觉得 我跟你的意见一致是在八号 我觉得八号应该是好人 因为那张卡帐到底写什么 我们不知道 他愿意把这个细节说出来 我暂时不会考虑他 然后我听一下 三号小千哥的发言 是这样 你不管今天什么身份 我都跟你 好吧 谁啊 决定了 七号 七号 不原因他刚才说 我不是他帅 不是八号帅 三号真也很帅 不能再不想我跟翔翔的感情 对啊 我跟翔翔就挺你 不是 没说你们俩不好 我现在说 我觉得七号呢 七号呢 我觉得他的发言 是挺自然的 但是我也有在怀疑 因为你上来就给了好身份 而且上来才只有两个人发言 你就给了马东老师好身份 这个让我稍微怀疑了一点 但是听到后面的发言 包括你的反驳 我觉得暂时可以相信 所以我决定相信你 然后九号呢 我觉得他这把的状态 跟上一把不一样 所以这把我决定相信九号 一号 我觉得如今的发言也非常好 你也不错 然后 七七三号老师都变成了 但是八号 八号 五号发言发的怎么样呢 五号你觉得怎么样老师 五号老师 五号老师 没什么感觉 然后八号呢 这个刚才我记得 在之前排练的时候 是不是有人说过 八号一拿狼的时候手就抖 他这一局抖了后也回了 我有病 是吧 我有病 什么病 我有药 我真的相信 就是职业病 真的 就是打乒乓球真的有职业病 我只是这时候抖 这个我理解他 我喝酒喝得多 我也抖了 这是养生节目吗 我应该控制一下了吧 我这票先给六号吧 给六号 好 四号说话 我这个位置很重要 对不对 法官 我这个最后一个归票位 相当于警长 就是 虽然我没有选警长吧 但是归票位对吧 CarryCarry大家 我Carry大家 这把我的身份非常的重要 我身边的一个 玩狼人杀最高级别的朋友 名字叫颜如金 他告诉我 玩村民如果玩的好 带领大家走向胜利 才是真的一个 合格的狼人杀玩家 这把我是一个很好的村民 并且我又站在一个 归票位的位置上 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我要七票 不不不 你乱敲了你 真的 我跟你讲 八号绝对有问题 八号他刚刚讲的很多的细节 说导演拿出来的卡片上面 只有狼人和什么村民 都没有神职 你不觉得这个东西太完整了吗 已经具体到很像是自己 已经编排好的一个内容了 而且八号绝对不是一个 没有野心的人 没有野心你就不可能从运动员 变成一个歌手 变成个演员 你这么有才华 有才华你就值得有野心 咱们开始玩个人攻击了 才华值得有野心 至亲具 我的天 如果有才华 就应该有野心的话 为什么你也有野心呢 打官 归票 来 八号 回怼 来 你说 我说了一下 祈喜你 祈喜我来 你来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 虽然我们感情没有很深 也没有经常联系 但是我没有踩你 你虽然你踩了我 但是我没有踩你 我的真的身份是好的 如果你不想当乱民的话 你就别乱玩 不能投我 我也不投你 你愿意投我 只能说你两个字 愚昧 愚昧 来 那大家就开始投票吧 拿出你喜欢的名字 翻到白色的一面 手伸到这里 我属亚三 哇一番 天哪 我怕被网友挖 我一属亚三 一 二 三 哇 一号 气票 二号 小猫 三号 王博文 四号 宋方圆 五号 气票 六号 气票 七号 气票 八号 宋方圆 九号 张小千 恭喜我们的 宋方圆 哇 恭喜 有烟吗 有 真的吗 有 我真的是一个村民 然后我觉得真的 我真的觉得八号 莫名还有一点 黑人 快来 你抱得动我吗 抱得动 他连我抱得动 他都抱得动 他都抱吗 黑人好怪哦 黑人摇头 黑人好诚实 那我们快快地进入第二页 学语心中的一页 又要开始了 是不是这个川普 说了好不好 我还没说闭眼 四号和五号 在干什么 重点是五号 还没闭眼 还没闭眼 我跟你讲 我看你 我一定肯先闭眼 听我的凯瑞 好不好 天黑 请闭眼 好嘞 哇 好想法 这种感觉 狼人请睁眼 狼人给我一个爱的号码牌 哇 什么 好的 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昨天晚上死的是这个号码 你俱不俱 你还有一瓶毒药 你要读哪个号码 可以 请闭眼 人家 来 来 来 给我一个号码 什么 我要请黑人了 你在这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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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身份 哇 来 好了你可以闭眼了 哎 听闭眼 听闭眼 你请睁眼 你整啊 搞不懂你干嘛 对不对 好 闭眼 再来 全部睁眼 天亮了 不然死的是谁 哎 导演帮一下忙好不好 我真的忘记了 对不起 把自己玩了 不用赔钱嘛 直接带走 黑人好抱 谁啊 啊 两个 我的宝贝 对 昨天晚上他们两个死了 哇 很可笑 还可以吧 谁想先发言 我很民主的 我不想发言 我也不想先 好那你最后一个发言 马老师先发言 好喜欢这个傻瓜 敬王 好 OK 我们来想一想啊 昨天晚上投票那么分散 但相对集中了两票 是 四号和八号 但是四号和八号 在昨天白天发言的时候 是互彩得非常厉害的 然后 但是两个人把票投给六号的时候 没有在他们的发言里体现出什么 然后尤其是四号 为什么要把票投给六号 这事你恐怕要好好的讲一讲 然后昨天晚上明显 女巫 既用了解药 第一页第二页又用了毒药 如果读错了的话 如果昨天是一个名被推出去 那就场上还有三郎 那就 游戏结束了 对那就基本结束了 就是郎其实可以 已经可以自己出来说 我们赢了 如果郎不这样说的话 那就说明场上可能还有两郎吧 也有可能是我搞错了 他在暗示你算一下 算了 算了的 我列了一个 设了个X 算了个X 我觉得预言家 如果在场的话 还是应该跳一跳 给给明确的指示吧 其他人隐藏身份吧 过 7号发言 先解释一下 上一轮为什么7票 因为其实上一轮 大家的发言 都没有特别明显的 炸了的漏洞 所以想看一下票行 然后应该有很多人 跟我的感受差不多 所以票是分散的 然后4号和8号 投给了宋方元 宋方元的发言很难看出来 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听他们说一下吧 有可能 因为宋方元上一次 整个一轮对比下来 如果我不能期票的话 我应该也会投给他 他确实跟其他人比的话 来来回回 就那几句话 信息量比较少 昨天晚上走了1号和9号 我在想 如果从信息量来说 昨天白天的发言 9号的信息量 确实比1号的要多一点 所以会不会9号是被毒的 如果9号被毒 那1号会不会是女巫 听听后注意的发言吧 这一轮过 我觉得董记者的发言不太做好 市民王先生要投诉你了 对啊 让我姓王 你好好说 我抱一下我的身份吧 算了都没人抱我抱吧 我是女巫 我的牌里其实有预言家 所有的身份都有 我挑了女巫 因为我上马玩的预言家 我不想再玩预言家 就感觉好像 让大家看到我的另一面 然后也给其他人一个机会 那我听来这些发言之后呢 我觉得马老师肯定是个好人 因为他一直在分析 怎么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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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场上应该就剩一匹狼了 我一直咬你 你没死 所以我觉得你在我这儿 现在是一个小狼 给我轻踩一下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踩一下三号 因为我只有你们两个身份 是未知的 因为我第一把我救了肖肖 快谢谢我 太不走心了 太不走心了 我第一把救了肖肖 然后我第二把毒的颜容经 因为我忘了我第一把救人了 所以他把关给我的时候 我以为我死了呢 我和结我死了 那我肯定把药用了 要不然我就一点作用没有了 所以我怕我先死 我就把我的招数全部使完了 然后我就把他带走 我不知道我带的对不对 但是我感觉 现在我能保一个是我的饮水 然后就是大王 大王刚才跟我飞了14下眼 然后跟我说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应该没有骗我 以他从来的话 他应该很少 你为什么要公开我的身份 我猜的 所以我想 我觉得这把听一下三号发言 三号发言不好我就投董小姐 三号发言不好你就投我 三号发言不好我就投三号 三号发言好我就投你 对不起 非常好 不是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其实一直在纠结董静这个事 我先解释一下上面吧 为什么最后我把票归给了9号 是因为我想随便甩一票出去 因为我觉得好像狼有点抱团 因为我第一次听完所有人的发言 我不知道投谁 我就随便掰了一票出去 然后董静我记得上一把他的发言 他是说他自己是对大家有用的身份 然后女巫出来了 很明显你不是预言家 我现在就抿神了 我现在就抿神了 反正我有盈水 那你到底是什么 我也是一个名以上的神神 所以我觉得你要解释一下你的身份是什么 然后这边两个是好身份 我知道这个是好身份 谁是好身份 这个是好身份 他跳女巫里 没有人太烦了 然后我是好身份 那后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对马老师感觉有点不太好了 我好乱这一局 但是我相信她是女巫 我给了好身份 我怀疑董静 因为神指我算来算去 我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神指 我能 可以 这把我是女巫 第一天晚上死的是3号 我救的是3号 昨天晚上是我逐的猫姐 她是狼 所以我刚刚的发言 我觉得已经给到暗示了 现在已经走了3个人 为什么她是狼 因为我觉得她的发言信息量太多了 如果她是一个好人 如果像她说的是一个闭眼玩家 没有那么多的信息量 所以我觉得她大概率是一匹狼 所以我读了猫姐 现在整个人都走了之后 王博文跳出来跳女巫 这个行为就非常不做好 我要维持一下秩序 这个4号 勾引3号 我现在生死有关 我上一班好人被扛推出去 我现在发言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她应该以为1号是女巫 因为我发言的时候 我说我觉得9号应该是狼 1号是女巫 所以1号用了药 她立刻就起跳 说她是女巫 然后她看到 她以为是她自己死了 所以她就用了药 这个漏洞就非常明显 而且她上一轮的发言 就漏洞很多 而且她刚刚很明显 我现在就是想把我做成一张扛推牌 她说什么3号发言不好 她要投我出去 她怀疑我和3号 然后她要投我出去 如果3号发言不好的话 所以王博文现在这张牌 应该就是一张狼牌 她在把我做成一张扛推牌 我们现在就剩这几个人 好人要抱团 我才是女巫 好了 法官 来 如果说我真的不是女巫的话 我觉得大家应该能想到 以我这个脑袋总进水的一个智商 虽然我吃了包米花 但是 应该不能想那么多 有画面感的东西 一步一步都说清楚 你说太 如果你上一轮 如果你上一轮 怀疑的是1号 好 我们现在按你的逻辑 如果你读的是1号 你怀疑1号 法官我们是不是应该先让他们两个 把话说完 3号 3号你是不是有话要说 3号 我本来我觉得我是挺清晰的 3号 3号加油 不要再给我压力了 我现在 我现在这个 你上吸个什么劲啊 你大娃 要瘋 你上瘋个什么劲啊 你上瘋个什么劲啊 是这样 是这样 8号呢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 马董老师和7号刚才的发言 我其实就在这一轮发言里面 我其实是跟他俩的想法是一样的 我觉得4号和8号一块 一块投了6号 这个事情是 你怀疑我 对啊 这个事情是有问题的 好 就这样 我已经因为你帅多给了你20秒的时间了 我哪发言那么久 4号 4号 真的 我没想到你会怀疑我 我好难过 谁说了 我真的觉得我当个村民好难啊 我是预言家 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村民 我是预言家 我之所以这么相信8号跟3号 因为8号跟3号是我验出来的精水 只有7跟5 然后如果说 因为8号是我验出来的精水 然后8号给了就了2号一次对吧 那就只剩下5跟7了 没有别人了 明白吗 因为8号是我验出来的精水 他跳女巫 董晶跟他对跳女巫 董晶我又没有验过 所以我肯定 7号董晶他肯定是狼 你有没有想过2号会自杀 没有想过 上来骗解药 我跟你说5号有个同样的经历 请看第二次 是吗 因为我是这么想的 上一个次节目也不容易 对不对 你第一次就自杀 然后就带走了 是有可能 因为风险很大的 妈老师 你这话不对 如果你怀疑我自杀的话 首先你肯定了8号的女巫身份 那你就否定了7号的女巫身份 但你首先要下的 应该是7号 而不是我2号 这个好聪明 不对 我觉得我们宁肯赌一下下你 因为把你下出去以后 他会杀错人 但你不会 所以这把我会投2号 他会杀错人 对 因为现在 现在场上应该两狼 2 7 不是 7号自己聊爆了 这我觉得不用去想 但是 如果他是最后唯一一个狼的话 我们这把下2号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两狼的话 应该就是2 7 先下2 我觉得7号 根本不知道该杀谁 没有 但是2号心里是清楚的 马老师我觉得不对 马老师我觉得不对 你有一批铁狼你不下 然后你要下一个你怀疑的人 你就是狼裸 即便下了你 好了 好人不会输 因为场上还有4个人 不可能 我再发说一句话 我觉得必须投7 马老师在我这也不做好了 现在是这样的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好身份的话 那我们在场上 现在预言家女巫都坐实的身份 如果现在猎人没有抱 因为没有带走 女巫没有坐实 女巫你好好说 对啊 那就算我们两个齐处 那你承认她是个女巫了 她不是女巫 她说女巫坐实 我说女巫没有坐实 可以 这样 你是女巫好吗 你是女巫 预言家 这三位有一个是猎人 那我知道我是什么身份 我是女巫 所以在我这儿是三神 一郎一鸣 很有可能是这样 如果我们投错了的话 下一把她就屠成了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冒险 直接下动静 对 我觉得有可能是4 8两郎 这个时候4票出来 给8发精髓 你们完全无似的存在 就自己开始对话了 空场 空场 直接出牌 好吧 不许再讲话了 来 拿出你的号码牌 来 3 2 1 2号 3号 4号 5号和8号 都投了董静 董静一个人倔强地投了王沐文 好 那么黑衣人 请把董老师带走 那么我们的游戏到这里就结束 谁赢了 好人意 我看见马老师又要打肖肖 我为什么觉得肖肖有可能是狼 就是因为我觉得肖肖一开始说自己混乱 就是狼逻辑 我知道她肯定是你 肯定是先出董静了 这把是董静的 我错了 严如今解释一下我第一局我救你 你第二局你杀我 没有 我听到她说三个局她救我 然后大家说很感人 而且我第一局上来我是狼 把她杀了 没有想到有人会救羞羞 我们谢谢陪伴我们今天晚上的 Bilibili 今日头条 龙珠直播 芒果TV PPTV 聚力 QQ空间 腾讯直播 腾讯闹直播 网易播播 网易新闻一直播 优酷游戏 战旗直播 14个平台的网友们 同时 同时饭局狼人杀的剪辑版本 6月1号 已经在7个平台 视频平台上线了 也就是点播版 它们是乐视视频 芒果TV TVTV 聚力视频 搜狐视频 优酷游戏 腾讯视频 欢迎大家围观 每周五晚上8点到10点 我们在这陪大家玩几局 饭局狼人杀 在这之后 我们所有人会登陆 饭局狼人杀APP 希望在房间里面遇到你 饭局狼人杀 谁也别回家